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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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学会精明缴税吧 是 我们在回加油站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报税员 不要像Pauline一样变成盲目地在缴税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税务执行总监 张连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张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是 那如果我们说到缴税的话 其实我最担忧的就是 即时这个截止的日期 我还有多少的时间呢 是 我觉得如果要缴税的话 有两个表格 在个人的话 有一个叫PE form 一个是B表格 所以PE form主要是讲你是打工一组 就要成交这个PE 是 PE的就是说你做生意的 做生意就要 所以期限方面就是说PE的话 就是下个月尾三十号四月就要成交 PE的话就是三十号六月 六月尾就要成交 是 可是这里有一个宽限期 老师 是 如果你是做电子报税的话 你多十五天 宽限期多加十五天 就是说PE的form表格的话 就是十五号五月才就可以成 最后一天成交 form B的话就是在十五号七月成交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对 留意时间点了 那刚刚老师有说到 就是说打工一组的话是form BE 那如果说他是打工一组 但他有副业的话呢 那怎么办 副业 这个就是说如果他有副业的话 看是什么副业 如果他是好像打散工 好像去一些餐厅 去做打散工 其实我们来在索德税角度讲 他其实也是工作 就是说他有正业 就是工作 还有副业 也是一个工作 就是好像Vager这样 就打散工 如果看他的 如果他好像副业方面 看他是做什么副业 通常如果他是副业方面 他是做一门生意 就是做一门生意 他是有 就是说 正月过后他有做一门生意 就是说他帮人家介绍物资 集一集就跟他介绍物资 整天他赚很多钱的话 所以他就是要成交form B 明白 老师可是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好像我是打工一组 但是我做很多part time 对不对 但我做很多part time 我是应该选择BE form还是B form 因为两个都有 所以如果你是打工 可是你又有很多part time的东西 part time 看你什么part time 不待会儿讲的 如果是打散工的话 其实是分BE是OK的 如果你不是打散工的话 你有一个生意 我做蛋糕 卖蛋糕 我自己的生意 算散吗 就是做生意 所以你就要发分BE了 是 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自家里面 会做很多的一些美食等等 然后拿来卖 所以这些要报税的 对 这个严格来讲是要报税的 那我突然间有个就是想要再问的 就是我可以同时间交两个方法 还是其实我只需要选一个就好 只是选一个 选一个就好了 就是说如果你有做生意的话 你应该是放分BE 不是分BE 了解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刚刚出来 这个打工一族的人 一直会问 我应该报税吗 那谁才是需要报税的呢 其实报税 谁需要报税 就是打工一族的话 通常我们看 在所得税的那个网上有讲的 31年里面 成交的那个收入是34千以上 还要报税 就需要报税 对 这是年收入 年收入 一年 一年里边 就是说我要解释的话 所以这个不像公司这样 公司它是跟随着金融业 对 公司我们是跟随着金融业 就是一月到十二月 明白 但是还是鼓励大家 就是要承报 它的每一年的税务的了 虽然说 你可能是不需要缴交的 也是要承报 对 那是什么样的人 才不需要缴交税 除了说他的年收入是低于34千 还有哪一些特殊状况的人 是不需要缴交的吗 就是说不需要缴交 就是说他通过低 总之有income tax法的人 就是要成交多少税的 明白 虽然是没有income 他还是要成交 不过有些人 可能有一些income 是不用交税的 例如什么 例如好像我们 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升利息 那个是我们个人来讲 不需要 个人不需要缴交 是减免的 这里我们看到就业不超过六十天 这个是讲外国人来这边工作 不超过六十天工作天 不是讲在马来西亚生活六十天 工作天不超过六十天 他是不用交马来西亚所得税 但马来西亚人不行 大马的公民就没有办法 对 只有外国人是 对 好 那还有第二项 受雇语的大马船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 你在马来西亚公司 这个这马来西亚公司 公司里面做工的话 不用的员工 是不用交所得税 所以不管任何职位 是 不过因为你要知道 那个船运公司 他们的所得税 就是整个全球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不同的系统 对 因为他出公行 这个比较特别的案例 明白 那退休人士 那当然是不用假交 对不对 法定的退休年龄 现在有更改吗 是六十岁 在所得税的法律来讲 是五十五岁以上 不过现在 很多公司都是 现在六十岁以上 大家叫做退休人士 好 那再来还有就是 收获免税的股息者 这个又是 就是讲 好像你投资 我们大家都有投资 在这些公司里面 公司 whether it's listed 还是unlisted 就是说uncorted the share 他都会给你那个dividend dividend的话 这些是不用交if 税 明白了 那我想问一下 那客税 就是以前到现在 其实有什么分别吗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客税 就是说年收入 那个比率 之前和现在 就讲个人来讲的话 在2020年的时候 它增加了那个利率 就是说多加一个企业出来 就是说之前 之前就是讲一万以上 一个million以上的话 就是28 tax at 28% 现在超过两个million以上 它就flag 30% 所以这个是 它是要征收多些人 所以在高收入的人 明白 就是针对高收入的 那我们现在要教大家 不是教大家了 是要帮大家 要怎么去减少 有一些东西 你消费了之后 是可以扣税的 对不对 像是在2020年开始 是因为购买这个电子设备 是可以扣税的是不是 对 电子设备 就在6月1号 因为我们疫情 去年我们不能出来 政府也是鼓励大家 在家里做工 还是儿女在家里上课 所以他们就是鼓励大家买电 这些我们叫做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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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可以扣到2500 明白 所以你是在6月1号 直到这个2020年的 12月31号 购买的话 你就可以去扣税了 对不对 多扣2500 包括在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 它有估计到 今年年尾还是可以扣 这个2500 所以如果我是今年买的 那我明年可以是扣这个税 对 所以 对 就是讲政府 因为很多人在31号 去年的时候 忘记了这个留会 所以现在政府 再延伸多一年给你 这个真的是很好 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很多人就是尤其是 很多这些学生 要在家里边 就是要 线上上课 对不对 上网课要用到很多 类似这样的一些 这个器材的 所以这个扣税非常好 我记得是这一个电子 所谓的电子设备 只限于手机 平板电脑 跟电脑 就是电脑 对不对 对 如果我买Smart TV是不算的 是不可以 你开YouTube给小朋友看不算 因为有些人就是Smart TV 可以的 对 都不算 除非你买 监控器 Apple & Monitor 可能可以 就可以 我不懂 因为它也是一个ICT的器材 这个就由你们专业人士 建议给我们的政府 好 是 那另外我想问一下 来到我今年就是我们爆出 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项目呢 可能就扩大了有关的这个 免征税的一些东西吗 对 除了这个政府 也要刺激我们的旅游业 因为旅游业也是最受影响的 是 所以我们政府要给我们叫做 在本地旅游 本地旅游 它在2020年的时候 3月1号到这个 去年年尾的时候 它给一个 如果你在本地旅游的话 你可以扣一千块 比如说只是住宿跟那个进门票 就是说那景点的进门票 对 就可以一千块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它也是给2021年 也是可以扣 因为我们的疫情 它也是就是延期了 延期了 那可是就飞机票这些交通工具的 是不可以的 对 不可以 只有住宿跟入门票 是可以扣 可是我知道有关的住宿 比如说酒店等等 它一定要受到一个认证的 对不对 是 要在马来西亚 旅游 就是我们叫做 MOTAC的认证 还可以 要不断 不是讲 可能一些民事 它是没有认证的 所以那些就不能扣 所以还有就是住宿的地点 也要在考量的範围里头 对 那除了这个本地旅游 很多父母们可能在送小孩 到正规的学院之间 有一些学钱的教育 那这个学钱的教育 是不是也是可以扣稅的 有 我覺得去年 也很多那些休息中心 也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回也是希望父母親 也是把兒女交去這些 休息中心去給他們協前教育 協前教育就是講 六歲以上的兒童啦 就講 之前是兩千的 它增加到三千塊 所以這個是鼓勵大家 多消費 對 多消費 多消費 因為你多消費 其實你可以扣稅 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而且你消費的是在教育 對 所以就還好 這個其實真的 如果我們真的不精明的話 不知道類似 類似這樣的一些變換的話 我們真的是不曉得 我們是可以扣稅的 沒錯 那我們看到說 這個稅收其實真的 有很多各方各面 是可以扣稅 然後也是徵收的 那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 世界上最奇怪的稅務 有哪些稅務 世界上奇怪的稅務 帥哥稅 帥哥稅是日本著名經濟學家 率先提出的 主要是為了解決 日本人口出現負增長的情況 這是因為日本女生喜歡帥哥 不喜歡寵男 導致結婚率下降 進而降低出生率 如果對帥哥徵收高額稅費的話 日本女生可能被迫 跟長得不帥的男生結婚 以促進人口增長 目前日本最高的稅率 為40% 而高收入的帥哥 必須繳納80%的所得稅 洗臉稅 土耳其總統在2007年 批准稅法修改了這項條例 根據條例 土耳其人在使用水洗臉時 要同時繳交三種稅 那就是環境清潔稅 污水費及增值稅 環境清潔稅 一直以來被土耳其的老百姓 稱為垃圾稅 污水費則是由政府 按自來水的50%標準收取 而增值稅是按水費的18%來收取 老鼠稅 在印度的西亞地區 鼠患成齋 因此政府開始向居民徵收老鼠稅 當地居民必須繳納老鼠稅後 才可以進行耕作 借貸 出國旅遊 結婚及離婚 根據當地法律 每種一公猛稻田要繳75隻老鼠稅 如果需要結婚或離婚 也要繳50隻老鼠稅 才能獲得批准 而老鼠的死活不限 風景稅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中部 有個只有2萬多人的濱海小鎮 外秘密 因為市政府稅收入入不敷出 就設立了一個新稅務 那就是風景稅 凡是住在海邊或住宅面向海岸 可遙望沙灘和海的居民 每年每戶必須繳納風景稅 約66至184美元 徵收這項風景稅後 外秘密市政府每年可增加稅收40萬美元 歡迎繼續收看火力加油站 今天我們只是要教大家 怎麼當一個精明的報歲者了 好 那我們現場依然有 就是張老師來跟我們做分享 想要問張老師 很多人可能會在去年 面臨一個狀況 那就是我上半年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不幸就被辭退了 那下半年我就決定自己創業 那請問我這個稅要怎麼報 創業 創業就是講他做生意吧 做生意的話就是講他有執照 就是要做生意 這樣的話很明顯的 2020年他是要 是有這個生意的收入 就是要放閉 放閉 所以這個 因為也有人說 如果我做生意的話 我就一定要申請這個SSM對不對 如果這個人他沒有申請的話 因為現在也可以看到 面子修很多人做一些現場直播 賣東西 對 如果他沒申請的話 算不算他去做生意呢 就是我們要看他的頻率 他做的東西 譬如說如果他上半年 他被辭退了 下半年他每一天就是靠這個生意來生 就是維生 維生的話 這樣很明顯他是做生意 所以在所得稅 我們不會看他 是沒有記錄的 SSM還是什麼 所以我們看他到底他的 他做的行動 他做的行動是不是在做生意 明白 那剛才我看到就是一萬 然後到兩萬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扣稅是吧 對 就是說如果他不幸的 去年 去年還是今年 一段時間 這兩年期間 給雇主辭退了 對 所以如果他跟這個公司 做了差不多五年工 全職業的服務 五年的話 就是說之前我們每一年 只能扣十千塊 所以現在的話 政府給你扣兩倍 所以二十千就是十萬 明白了 一百千 是 這樣譬如說 一個人真的失業了 然後他也找不到工作 他也沒有創業 對 願意需不需要報稅 也是要報稅 對 因為在政府的 那個所得稅的角度來講 你還是有一個 記錄在我的帳戶裡面 你還是要報 所以凡是 只是暫時沒有收入罷了 凡是曾經有報過稅的人 或是有這個稅收戶口的 都需要報稅 不管你有沒有 去年有沒有就是被辭退 或者是失業了 都需要報稅 對 沒有報稅的話怎麼辦呢 被懲罰 對 他就覺得說 我都沒有收入了 我還要報稅 沒有報稅的話 如果他沒有報稅 在所得稅的角度來講 才是 112了 112他就可以 最少是兩百塊 最多是二十千 所以看你做錯多次 是 或者是 或者是如果你是少報 就是你 你沒有去報 如果是有報稅的 是有報稅的 就是要給的 所以那個如果 最高的程度是三百千 不過通常 看他錯 如果他一年裡面 他 就是他審付那個 那個電子項目是 給政府的話 通常是十五百元 十五百元 他要給的那個稅務 是 但是罰款也可以高達 三百元 三倍 三倍 7%就是三倍 这个三倍的话 是2万那边乘三 还是有关你的 你缴交的那个 欠的那个税务 那个税务 欠的税务 你的 outstanding tax 就是说你算出来那些 10千块 这2千块你要给政府的话 2千块乘三 就是6千块 那准时交比较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是另外一个免费 这是没有报税的那个罚款 对 在你的持交的税务之上 还要再给一个不一样的 算是利息这样子的概念 还是要给回 不是说你交了 罚款就不是要给你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交交你的税务 当然如果严重的话 还会监禁 监禁 很少会监禁 很少啊 很少 通常都没有 可是不要以为没有监禁的话 无所谓喔 你还是要交交的喔 因为这个钱很难赚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个好的公民 那我们应该要缴交我们的税务的 那我们想问一下 在人生当中 我们的角色是在转换的 有些人可能就结婚了 对 那么如果突然间结婚了 又应该如何去申报呢 结婚呢 他就是要跟他的妻子 他的丈夫通知内陆税务 这样通知他们的 我们结婚了 有一个婚姻证书 我们要通知他 通知了过后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个夫妻需要 混合起来嘛 他们要一起去发那个 税务证嘛 还是要分开 所以通常呢 如果是其中一个没有收入的话 我们会建议他混合起来 是 如果是大家都有收入的话 我们就要分开它 就是大家发 因为 人生当中那边 9千块是很多的 它可以扣更多 你看这边 如果是混合起来的话 妻子只能扣4千块罢了 所以如果分开的话 每一个人扣9千9千 那个是很划算的 这个是一个小聪明的做法 可能真的是要考虑一下 在这里呢 如果配偶的这个免税 是4千令吉的 然后如果你的配偶是残疾人士的话 你可以再扣3千5百令吉是不是 是 那个是2020年 2021年今年呢 是增加到5千块 如果配偶是残疾人士 因为可能今年就比较辛苦一点 就是4千加 就是说总共你可以扣 是4千加3千5 好 那么又再转换了 是 有了孩子之后 那么有没有得扣的 压力很大 有了孩子压力更大了 当然压力大 跟男政府也会给一些减免 所以孩子如果是小过18岁的话 是2千 每一年可以扣2千块 是 如果是他有全时间学习的话 全时间学习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扣8千 8千 然后如果儿女是残缺的 很不幸 所以那个可以扣6千 不过如果儿女是超过18岁 是残缺的话 可是是在书去书去乍学读 就是读书 就可以扣多8千块 那我也想问一下 比如说真的是很不幸 有跟家中就是有孩子 是残障人士的话 对 他是一定要有证明吧 对 他一定要那个 那边认证他是残缺的人士 所以不能够我自己说他残缺 那就是 所以就不可以 可是这个认证是 我每一年交税的时候 我都要成交 还是成交一次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所得税 已经在很多年 2001年已经是 你成交什么 他就接受你什么 他不像以前我们成交了 他就来检查你 他不用检查你 他是选择 可能五年过后他来检查你 所以你要是要给他证明看 是 我有这个 这个认识的文章 他是残缺的 是 可是就是这些孩子嘛 对对 有没有说刚儿子出来 父母的这个承担很大 就是儿子的时候我听说 就是也是可以扣一些税的 可能有一些 像俘虏的器材 俘虏的器材 这个 这个是蛮新的 前几年他才有介绍 那个是每一年 每两年扣一次 一千块 一千块 所以这个是看你是谁出钱 或者母亲出钱 还是老公出钱 这个是谁出钱 谁就可以扣 那当然刚刚也有提到 pre school的education 学生教育也是可以扣三千的 对对 那还有就是呢 我知道呢 就是每一个人现在 都是有公积金嘛 对不对 那公积金呢 其实也是可以扣税的 公积金可以扣税 不过之前呢 我们公积金可以扣的税是七千 如果现在是扣到就是说 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公积金只有四千块 然后保险受险的话 就是三千块 就是三千加四千 以前是没有分的 现在把它分起来 就是可能如果你有这个 就是买一些保险的话 保儿的话 那就是可以扣 然后另外呢 你的公积金也是另外可以扣 一共呢是七千令吉的 对 还有呢我们也有看到说 有一些像是基金 如果他们把一些钱 放到这个基金里头呢 也可以扣税的 对 像是有一个叫SSPM的是吧 对 这个是帮孩子储蓄 以后的教育的资金 是 所以这个是很好 这个就是说你储蓄多少 今年 而且你吸收多少钱进去里面 可是你年中又拿一些钱 出来花掉 所以我们可以扣的就是那个 就是说那次你放钱八千块 你年尾的时候拿三千块算 你可以扣只有五千块八六 那不管就是你放进去的是多少 它最高是可以扣八千 八千 对 反正的未来可以用的嘛 你就做这个 然后又可以扣税 这个好像是储蓄 对 这个是储蓄 对啊 对 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 那么比如说这个为了自己身体检查 我知道以前都有的 那现在也是一样的这个 一样的 但2020年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每 全身检查 我们叫全身检查 是五百块 每个人五百块 我去做普通的这个 验血的那种可以吗 然后验血 验尿是不可以的 验血 验尿不行 对 要全身检查 全身包括就是像 所谓的那种刮 眼睛 耳朵 查你的内脏 查你的骨头 是 这些才可以扣税 是 那我这是个人的 如果我孩子也去做医生检查 我可以做吗 可以 孩子 孩子也是可以 可是也是五百令吉罢了 全部加起来 五百令吉 就是不管你家里多少人做 也就只有五百令吉 五百令吉 今年没有加一千吗 其实2021年有加了 那是他定的 那个加了一千 所以2021年增加了 财政预算按来 2020年他想增加到一千 五百令吉 听到是不够的 是 真的 那有这个价钱 至少千多块 以上两千多块 政府是有听我们人民的声音的 对 而且这个身体检查 不能够是像 你去找一些偏方的医生 一定要是通过药检局 认真的一些医院 你不要去看中医法卖 你也是要 那不算 是不算的吧 对 好 那么还有就是 刚才我们说到基金 那我们想问一下 因为有些人 可能要退休了之后 也会购买一些退休基金的 那这个可以扣税吗 这个可以扣税 这个扣税每一年 可以扣三千块 这个在2012年已经开始了 到买材购买在2021年 今年就是最后一年 是 不过在财政预算 2021年的时候 他已经把它延伸到 2025年了 这个很好 就是政府鼓励大家 多买一些退休基金 多收一些钱下来 保障自己以后 未来的钱用 这个我有买 很值得 你看你可以扣三千块 你懂吗 不超过三千块 是 然后现在又长延到2025年 所以是非常好的 然后还有就是 刚刚我们老师有提到就是 可能就是怎么说 我们要收有关的一些单据等等 对不对 那么其实有些人就说 可能复印板或者是正板 那么其实复印板是可以的吗 复印板 不抵抗 不过有些东西 有些正板因为它会蒙掉 对 颜色会掉 最好是复印多一份 所以你要有两个不同的 现在很多人就把它变成电子化了 拍照 对 刷了 放进那个标签里面就算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扫描 在我批判的很多文件来讲 就是说你给那个编 编辑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现在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因为不像以前 所有的人他逐一去检查 他是抽 随机抽来检查 所以说我这些单据 一定要收一段时间 万一被抽到的话 对 那我这些单据要收多久呢 推荐的是收七年 七年 七年 是 所以你家里要放一个大箱 一个大柜 我的天啊 所以很多人以前家里有那个保险箱 对 就都是在收单据 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 要小看這些東西 你也可以看回就是 什麼說 偵查一下呢 就是你每一年的花費是多少的 其實對這只是很好 然後還有就是生了孩子嘛 對不對 娶了老婆嘛 如果買屋子呢 有得扣嗎 壓力越來越重 消費很大 不是先買屋子才娶老婆 這個也對囉 我沒有這樣的本事啊 OK 講 開玩笑 所以買屋子可以扣除嗎 就是說你購買屋子其實是不可以扣的 就是說買屋子是個資金 是 要怎樣扣稅 不過如果你買屋子過後 你的那個銀行裡面 有負責你那個利息的話 其實是可以扣 扣你的租金 比如說以後你把那個屋子租出去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利息來扣你的租金 就是租金 如果你是當個租金 不是自己租的啦 這個今天我真的是 但是它不能是屋子 是 可以屋子 就是說你可以買多一個屋子的 投資 自己住一間 多買一間 把它當時是工作室 沒有 租給別人用 租給別人住 租給別人住 你不是有這個輸金 租金 你不是 銀行那邊有負責你利息的嗎 對 利息 可以扣 明白你的意思了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知道之前就政府有公布 3C產品是可以扣的 3C產品是可以扣的 就是講在本來就是他們叫優質生活 就是在很多年前已經有了 就是把它混合起來 就基本上它是講買這些3C產品 給健康 健康委員會 還有一些網絡 對 這些就是給我們 運動器材 運動器材 就是不說不能穿運動 運動品那些肩膀就不可以扣了 鞋也不能扣 眼睛也不能扣 但是器材可以 器材啦 Baldington racquet啦 足球啊 Shotter court可以啊 這些 反正這是讓你的生活 變得更優質的一些道具 對 是 可是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這個比如說 剛剛我們提到的3C產品 就是除了這個運動器材等等 對 或者是一些3C的產品 對 就是也是有電話 電腦嘛 然後剛剛我們有提到 就是電話 電腦那些 又有的扣 它是統一下來的 還是我可以證不同的 這是不同種類 這個是加的 那個大堂我們講的是加的 加的 是 就是因為這個Pandemic 政府要刺激整個經濟 這個是以前就有了 所以你要扣的話 先扣這個先 勾治生活的 不夠了 2500不夠了 再扣那個新的 這個意思是可以扣5000 5000喔 如果我買電腦 平板電腦 或者是手機 總共可以扣5000 對 可是老師 我有問題想要問 如果說我不是買 我是去維修 這個可以扣嗎 維修不可以扣 維修沒有辦法扣 維修不可以扣 所以買新的 所以現在人都喜歡買新的 就買新的 不去維修 舊的 是... 因為你知道3C產品 可能就是如果你太舊 會被淘汰嘛 對不對 那所以有一個鼓勵 就是用最新的啦 我覺得這個也是不錯的 就孩子可能上網課等等的 這個是真的很不錯的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還有更多 教大家怎麼當一個 精明的報歲人 帶大家看一下 各國的工作時間有什麼差異 各國的工作時間 德國 據調查顯示 一個德國公園每年有 雙休日102天 40幾天的代新年假 全部加起來差不多150天 此外德國還有20幾天的 節假日 例如聖誕節 復活節 萬聖節等 按照每天5.6小時的工作距 可以總結出 德國園每年工作時間 長約1047.5個小時 以此成為全世界工作時間 最短的國家 法國 在法國除了週末雙休以外 每年有共計11天的 法定節假日 另外還有5週的代新年假 此外 法國人還建立了 假日搭橋的辦法 如果法定假日 和週末休息只差一天 那麼假日和週末 可以連在一起休息 這樣算下來 法國每年的休息日 可多達150多天 一年365天 去除休息日150天 工作日大約是215天 每天基本的工作時長是7小時 換算一週就是35個小時 一年的工作時長大約是1505小時 美國 根據調查報告顯示 美國的工作者普遍休假時間為15天 去除雙休日 美國人一年中工作的天數約240天 按照嚴格的一天8小時工作制來說 美國人一年的工作時長約1920個小時 但一般美國企業比較人性化 員工可以申請在家辦公 以及根據自身情況調整上班時間 企業幾乎也不會要求員工加班 因為要支付的加班費用實在是太高了 歡迎收看火力加油站 我們依然還是探討有關交稅的問題 那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我們要做一個聰明的消費者 那麼其實我覺得做這個繳稅其實也是要聰明的 因為每一年一定要注意 可能政府可能換了一些新的政策 給新的優惠等等的 所以立刻我們來請教老師 那比如說先要繳稅的時候 我們應該注意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要繳稅之前 我們要知道我們到底去賺了多少錢 這個很重要 我們要知道很重要 不然就是花就花 不懂自己賺多少錢 因為政府也知道你花這麼多 可是你繳這麼少也不對啊 要進多少 成正比 成正比啦 所以第二就是說我這樣多錢 要繳稅是很心痛的東西 所以好像割了一塊肉這樣感覺 肥肉 不是肥肉 肥肉還沒有關係 割了心肝這樣感覺 真的耶 割了心肝 割肥肉沒關係 肥肉割多一點 不要緊 所以我們就是說要知道 其實我可以的 某種東西可以扣稅啊 有什麼講義啊 有什麼減免這些東西 一定要很清楚 是 最好的話就是說 這些東西今年就開始做了 不要等到明... 就年頭你就要開始去策劃 對... 那可能你最先就是注意一下 可能政府公布的東西 然後就規劃一下 可能三月份呢 我有一點點的這個預算 我就買一家店了 然後過後... 我又怎樣 我可以做些什麼 對 所以而且呢 就是要利用這些扣稅的項目 對不對 就是用到它 上次剛剛有說到 投資也可以扣稅 所以我只是可以去做這些 資金 投資又可以扣稅 這些很重要的東西 是 所以你要想 規劃 你有這麼多錢嗎 有錢的話 怎麼不放進去裡面去 是 然後老師 我有一個疑問 突然間就是因為很多人 就剛念書出來然後工作 可是他在念書的時候 他可能有貸款一些教育的 一些借款 PTN嘛 對不對 然後工作的時候他要去找交 要還的 可以扣稅的嗎 那個是不可以扣稅的 為什麼呢 好像還那個銀行的貸款這樣罷了 就沒有辦法扣稅 所以政府也不會講你什麼 如果可以扣稅 PTN可能扣 很不公平嘛 對 全部人不需要借了 也會去借了 就是為了扣稅 是 對 PTN就借貸款 就是政府要鼓勵你們 多還PTN的貸款 是 那麼其實 我想要問老師 因為我們必須要去定期了解 這些可以扣稅的項目 而且這個項目是每一年 都會做一些小更動 我可以去哪裡了解 就是更詳細地了解這些項目的 其實 OK 你在每一年年尾的時候 政府都會有一個預算 預算 預算 今年年尾就是2022年 所以你要被 第二天的報紙 就寫很多東西出來 就簡單 你不會聽不懂 不要急 你明天買報紙來看一下 還是看一下他們 一目了然 是 還有另外一個很簡單的 找誰 找老師 找老師 張廉進老師 對 可是如果錯過了報紙 有沒有說網路上 像稅收局的一些官網 有沒有辦法查得到 內陸稅收局也是有 它的網路裡面 也是寫出來的 全部東西在裡面 不過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這叫資訊年代 你可以在上網找到很多資訊 明白 老師還有現在因為疫情的期間 我們都知道這個新冠病毒 政府是免費給你做這個注射疫苗的 對 但是如果我打其他的一些疫苗的話 比如說影響 我有的扣稅嗎 有 在2021年 他們又有寫多一千塊 一千塊可以扣稅 影響是在裡面 COVID-19 那個疫苗也是可以扣 是可以 因為其實那個疫苗並不貴的 可是你可以扣高達一千 其實真的是可以幫到我們很多 而且還有像其他的一些疫苗 都可以扣病性肝炎 指不及癌的疫苗等等的 它有詳細的列出來 多數是那些病毒的 變病毒的疫苗 因為現在病毒很多 政府就鼓勵大家 打多一點這些病毒的疫苗 控制這個疫情 所以他就給到一千 一千不是說很多 也是可以幫助到減少大家的 稅務方面的負擔 明白 那麼我想說因為在疫情期間 可能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 或者被辭退 那可能就說我想禁修 可能去讀一個一兩年的書 這樣我去讀一個更高的一個學位的 那個什麼 文憑 那可以扣稅嗎 其實一路來留以禁修的話 就是讀專業的就是技術的東西 還是一些專業的學位 好像壞技 去上修法律系 這些都是可以扣稅的 就是說可以扣一年就開七千塊 還有包括讀那些 老師那些學位是可以扣 不過在這個疫情方面 他又加多一個叫可以扣一千塊 如果你去進修 就說upskill and reskill你的那個 你的自我增值 增值的東西 就是approved by HRDF的那些東西 它是可以扣多一千塊 那老師我想要問 像所謂的這個個人禁修 它一定要是受認證的文憑對不對 如果說我是像我拿什麼上網課 學習怎麼剪片 那些不可以 好像大概我想的做蛋糕 做什麼唱歌 也是禁修嘛 對... 這些是不可以的 我去讀中醫可以嗎 醫生 醫生吧 我做醫生 因為也是專業嘛 對不對 你這個可能要扣個八年 才可以讀醫生的話 可以扣八年 你是什麼醫生 就中醫的醫生 中醫醫生 也是要看他是否就是被認證 對不對 從中醫其實在我講 也是一個醫醫好嗎 是認證的 所以真的看起來 其實真的 也是個專業 對 也是個專業 對 歌元進修的那一塊 已經增加了 是增加了多一千 所以是八千 可以扣高達八千 另次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不錯的 你想像你可以去進修一些課程的話 你還可以扣八千的話 是你自己賺到的 你還有另外一個的這個技術 是 真的 不過這個是只有這一兩年裡面 這個是暫時的 這個是到幾十到幾十 七年跟今年 兩年吧 兩年了 如果沒有記錯了 等一下我們就要報名了 是 所以當個經營的消費者 千萬不要報名這個烹飪的課程 你就可以 婚人看成如果認證的 可能也可以 真的 真的 就是什麼 高級餐廳 對 認證的 最後我想要老師 就是給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一個忠告好了 對於報稅方面 就報稅不要臨時報活腳 就是說很多報稅 很多人就說 三十號 四月三十號還成交 四月三十號網上十一點 才是Lock in那個網上裡面去成交 我試過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超出十二點 Midnight超出二十分鐘罷了 英文貿易就拚得來 他15% on那個tax payable 他講Thomas本來是refund的 政府要扣錢給我 要refund給我錢 變成我要給多千多兩千塊 他講Thomas 這個是一個很不值得的教訓 對 這個是我親身體驗到的 一個朋友跟我講的 有時間就趕緊的去做嘛 對不對 對 那個就是可能 已經給你就寬限期了 那你不要再就是 又再延遲去做 突然最後一個問題老師 因為截止日期是四月三十號嘛 假設說 可是我從什麼時候開始 可以去報這個稅 現在已經可以 現在可以 你有完全部的文件就可以了 文件準備齊了 就可以報稅這個 通常是三頁頭就可以報稅了 因為你的文件已經出 文件EA已經出來了 它就可以給你登入了 對 我們也在這裡呢 我就是可能要蹲吹一下 我們這個全國人民 就是我們也要做一個 盡責的一個人民 就是如果要交稅的話呢 記得我們一定要報稅 以及繳交有關的這個稅務的 沒錯 好 我們在這裡先休息一下 是 謝謝老師 今天上到我們火力加油站 謝謝 歡迎繼續收看 火力加油站 我相信大家在聽完這個 要怎麼報碎之後呢 可能就會覺得 很壓力 很壓力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做一下 瑜伽的一些動作 來舒緩一下壓力 對啦 那麼瑜伽呢 其實對我們這個 舒緩壓力是非常好的 那到底動作應該怎麼做呢 立刻請出我們的Ken老師 你好 Ken老師 那麼想問一下 比如說在瑜伽動作上 我們是如何可以減壓呢 那通過今天的介紹動作 會有倒立的這個成分 那通過倒立讓我們血液 往我們的頭部流去 來達到這個舒緩壓力 或者是血液循環的效果 所以如果哪一些人適合 哪一些人不適合 因為有倒立嘛 對不對 對 對 當然肯定的 高低血液的人要特別注意 然後近期有受傷的 肩膀受傷 頸部受傷的都不適合做的 好 好像我這個老人家 要特別注意的 真的 那特別注意的話 就要準備一個椅子了 是 老人家們都要準備椅子 好 那我們由我們的老師 來示範一下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我們會做喬式 那首先我需要各位 像我這樣子 俯握在電子上 所以仰握在電子上 那首先先去雙腳 然後讓你腳板放在電子上 靠近你的臀部 雙腳打開大概 你臀部的寬度就好了 然後從這邊用你雙腳力量 讓你的臀部、胸部抬起來 那你可以很簡單的 這樣子讓你雙手放鬆去兩邊 然後停留 如果你可以的話 讓你手指頭在下面扣在一起 肩膀往下捲 然後再進一步 讓你臀部跟胸部推高 然後停留三到五個呼吸就好了 要注意的是這個膝蓋跟腳趾 一直都有往下 前面趾 像Desmond這樣子 可能膝蓋也往內收一點點 專注在臀部、胸部的提升就好了 非常好一個動作 可以讓我們的大腦平靜 還有減輕壓力 好嗎?是第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 先慢慢地還眼 先鬆開雙手 然後我需要Desmond跟Pony 可能稍微靠近這個椅子多一點點 好 那可能我們先往後躺 像剛才這樣 然後雙腳往這個椅子上踩 要注意的是 這個椅子一定要放在墊子上 防止這個椅子會滑動 好 然後造成不必要的意外 然後從這邊用你雙腳踩這個椅子 讓你臀部離開 背部離開墊子 你可以就是停留 也會達到同樣的效果 或者是雙手拖著你的腰部、背部 讓你的腳慢慢離開 讓你臀部在你的肩膀的上方 雙腳在你頭頂的上方 然後停留就好了 好 這個我們看老師表演 真的 老師為什麼要做這個腳一定要提上來呢 也就是說有點像是進階板 第一個腳的高度跟這個高度 也明顯地改變了 老師好像有一些人好像我這樣 我無法這樣兩個腳提升 我可以單腳嗎 然後再換腳 也可以 也沒有問題的 那主要注意就是肩膀這邊的穩定性 還有雙手的穩定性就好 好 這個特別小心一點 對 特別小心 對 這是我們今天第二個動作離世 好 那第三個動作從這邊再往前提升多一步了 好 那從這邊 我們會讓我們雙腳離開這個椅子 扶好背部過後 是 Oh no 整個提起來 可以選擇曲腳或者是 伸直雙腳 伸直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就讓這個腳停在這個椅子上就好了 這個可以 主要是讓我們的這個血液 可以衝去我們大腦那邊是吧 對 如果家裡有牆壁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雙腳可以往牆壁上面走就好了 是 老師這個也是三到五個呼吸嗎 對 也是一樣 好嗎 然後慢慢地小心地畫面就好了 是 老師比如說好像這些血液的話 它會衝去我們大腦 可能會讓我們就是比較精神一點 對 也會這樣做 那如果精神一點的話 那是否類似這樣的一個動作 不應該在晚上做呢 那恰恰相反 那因為頭部沒有受到壓迫 那像我們平時做的頭倒立 這樣的動作 其實會讓精神更加亢奮的 那像這個肩倒立 其實是讓你的這個大腦平靜的 同時又有血液循環的這個效果 所以壓力的時候就可以嘗試做類似這樣 睡不著的時候 也可能可以做這個動作 讓你的心情放鬆了之後 可能你整個狀態呢 就不會這麼緊繃了 是的 那老師這個還是要再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說肩膀 有受過傷的朋友 就不能夠做這系列的動作 對 肩膀 頸部 或者是頭部這邊有疾病的 或者是高低血壓都不適合做的 那這些要特別注意一下了 好 那麼今天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的Kan老師來到這裡教會了我們 就是放鬆自己心情的一個瑜伽的動作 沒錯 那放鬆完心情之後 下一周要談一個關於 大家都緊張嘻嘻的課題跟主題了 因為我們知道說新冠肺炎 所以大家都紛紛要接種疫苗 對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尤其是長輩在家裡 都會擔心這個疫苗有副作用 我不要 我老人家不是要打 對 就這樣順其自然就好 那長輩到底應不應該接種疫苗 對 又有什麼人群是適合接種疫苗 什麼人群是不適合的 下一周一我們就是會 足以來探討這個課題 是 那觀眾朋友們 如果對這個疫苗有任何疑問的話 我們也歡迎大家 可以發簡訊給我們 那麼下個星期一 我們有專家來到現場 一一為大家解答的 沒錯 所以下周一的兩點鐘到三點鐘 記得要守住火力加油站 拜拜 今天要教大家煮一道料理 肥脆與蒜香蛋炒飯 próxim以後 啥yse吃五道三點鐘 看了幾道菜 ives 一導幾道菜 兩布こう皮 HE neprais 看看 鏡子 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